就是关于金华城案的部分啊 外界指出美国曾经希望总统赖清德有所节制 然后也说如果此案继续办下去 AIT会出手干预 想问说政院怎么看 谢谢 然后针对第二题的提问 我们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讯息 相信民主国家政府都不会干预司法的个案 那就我们的观察 目前对这一件司法个案关切的政府 只有中国政府 我们对这样子的关切也感到十分的意外 我们要强调清廉是最基础 而且最重要的国家治理价值之一 而司法独立是民主法治国家最重要的基础 我们也希望司法机关能够查明真相 无往无踪 谢谢 我们继续媒体提问